烏克蘭防空系統活力全開 防範俄羅斯無人機攻擊 但難以一網打盡 俄烏戰火儼然打到北約加門口 因為距離羅馬尼亞邊境大約300公尺 民眾直擊烏克蘭奧德薩州多腦河岸的雷尼港口 又炸出火球 糧倉金屬外牆扭曲變形 東倒西歪散落一地 珍貴的穀物也通通灑滿路面 當俄羅斯退出黑海穀物協議前 就有近四分之一烏克蘭穀物仰賴多腦河岸港口輸出 現在更是穀物出口主要路線 尤其這起攻擊前才傳出一艘懸掛香港旗幟的貨船 透過黑海新航道成功突破俄羅斯封鎖出海 但顯然俄羅斯鐵了心要破壞烏克蘭穀物出口 繼續攻擊 黑海安全堪憂 但烏軍的地面作戰有新進展 雖有斬獲但烏克蘭反攻進度不如預期 加上白俄羅斯的威脅與日俱增 現在連立陶宛都決定縮減邊境檢查站 避免被戰火波及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雖然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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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